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Google文件 那一樣我有開放給大家編輯 好 那你先看一下 其實在Google文件裡面 它有左手邊有一個大綱功能 老師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可以超延寫的 握著裡面有沒有這種大綱功能 有耶 我只按下去 有沒有就跳下去 跳下去 對不對 我可以隨時回到上面去 那我先問一下 平常如果大家開會的時候 你都怎麼做 勇於發言之後剩下最可憐的 就是那個會議紀錄的 來 有沒有老師特別喜歡做會議紀錄的 應該沒有對不對 大家都會怪他 你不要說那麼快 不然回來還聽錄影台 錄影檔 所以實在是不用那麼麻煩 那像以後 您開會的時候大家就開一個 Google文件就好啦 有什麼問題就在上面打出來 那一定會有人說怎麼樣 我打字又不壞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工具裡面 有沒有叫語音輸入 真的可以用耶 按下去 欸 無法開啟 好的等一下 我用新的打開一下齁 好 然後 語音輸入 開啟 有沒有 第一次 第一次您要允許一下他存去您的麥克風 當然您在行動裝置上也是可以啦 我就允許一下 老師 老師我們今天開會的主題 有沒有在這裡 撿下來 放這邊 不要跟人家在一起有沒有 哈哈 這裡一翻文字 因為這裡有兩個人在這邊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是有關於 Google文件的使用 所以 下次老師開會的時候 有沒有人 舉手我要做會議紀錄了 這樣 打字還OK嗎 當然你的網路採賣會有問題喔 對吧 但是這裡找一個什麼 標準符號對不對 如果你要找標準符號從哪裡 可以從這裡 手寫這邊 讓開一下 有沒有看到標準符號 主題 鬥點嗎 有沒有人 哈哈 這樣OK嗎 是不是效果還不錯 所以其實這個語音辨識 應該是現在就是 即影像處理之後 在雲端上面算比較成熟的 那麼您 講的這個 當然你要靠近麥克風近一點 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 就是它的辨識度 其實一般口語化的都效果還不錯 所以如果老師有興趣 其實你可以像這樣 反正我打字就比較慢沒關係 但是您在講的時候 最好還是 段落要分清楚 段落分清楚 那這樣的話 辨識完 講完了 記得把麥克風關掉 那這樣就可以大家一起整理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相對 就可以做一個紀錄 這樣您了解嗎 那我把畫面 先傳給大家 您在這邊打看看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 有什麼方法 可以比較有效率的 欸我想知道 這個是 我有意見 對這個 比如說這個條文 我有意見 對這個 教案我有意見 我該怎麼樣去表達比較好 是直接刪掉比較好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老師您現在進來之後 試看看 那你會發現 這都是即時的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這樣的即時 在修改文件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那是誰改掉了 對吧 那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方法 有 比如說我們就是 要討論一個 教案也好啦 或者說我們在討論一些 活動的舉辦的方法 那可能文件本身已經有了 但是我對於 怎麼舉辦的方法 然後呢那些執行的方式 有一些意見 可以怎麼辦 可以這樣子 來老師您畫面借我一下 我做給您看一下 您看這裡齁 這樣子 如果您對這個有一些意見 您可以像這樣子 用這個叫註解 註解 欸比如說你看喔 我先我從這邊掉下來 欸我對這張圖片有點意見 點了之後 您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右手邊 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這個 看你選到的是什麼內容 你點到圖片 他就選圖片 選到文字 他就選針對文字 好我就說 欸點一下 我對這一個有點意見 好那你需要把你的意見表達出來 如果按留言 這樣你進來就會看到了 這樣你了解嗎 這樣你了解嗎 也就是說我沒有破壞掉原本這一本 對不對 我留一個言在這邊 那如果 欸這個問題解決了 有人就可以按解決了 甚至怎麼樣 欸有人說欸不會啊 我覺得這很好啊 你可以在下面回覆 這樣有沒有變成好像在上面做自己討論來了 你們了解了齁 您就不是用那個批改的方式囉 所以你看我們回到上面這裡來 喔 你加 這裡 糟糕 竟然沒有收穫 哈哈哈哈 好 我把它mark起來 你看 這裡還在重新連線齁 你可以按一下註解 有沒有 註解 增加 你也可以從這裡 增加 你也可以從這裡 來我就留言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看到這裡的時候有沒有發現這邊要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文件編輯 名可以像這樣 其實使用上就很不錯 那 這個呢 很適合做什麼 草稿階段的 大家就在一起共同 所以現在很多有一個名詞叫共筆 老師有聽過嗎 共筆齁 大家比較常聽過共貝 共筆也是類似的概念 就是我一個文件 我們可以在線上直接討論 即使沒有白板 我們討論出來也都是什麼 很具建立性 這樣子我在看 就看看 如果有解決了 你就白板解決 讓他人手搶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甚至呢 你也可以用所謂的 參考的 因為我們在這邊呢 也有所謂的那個 建議的 因為我現在是有 編輯的權限給各位 如果您是只有建議操作的 也可以喔 如果給您的權限不是編輯 而是指給您建議 那您就像剛剛一樣提出建議之後 如果我接受 或者是主事的人接受 那你把這裡改掉 比如說我這邊主題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主題不妥當 你就把你的建議寫在這裡 如果大家接受 按接受之後 這裡就變成你寫的內容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Google文件上面 這種一起開會啦 討論 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跟大家分享一下